2019全球华侨华人年度人物 邱成桐数学巨匠 故土情长 我们掌声有请邱成桐教授上台 邱教授是新中国的同龄人 他时刻关心并且以亲身实践 来促进新中国数学事业的发展 中国的数学要成为世界主流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年轻的学生 从高中生、大学生到研究生 都成为很重要的学科上的 做研究的主流了 现在还没达到美国最尖端的水平 但是中国领导在数学上的同意 比美国越来越多 所以我认为中国的年轻人的成长 会比美国增长得更快 同时我看到我们中国的年轻人 跟年轻人的都很用功的 很发功夫在这个数学上 其实整个数学是中国科技跟科学的基础 我想领导人很重视是有重要的原因的 我在这个场合 希望领导人继续的投影 在基本科学上 得到全世界的法医数学家的勇富 我希望你们年轻人也很快的成长 我尽我自己的力量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